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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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我们又在空中主力学见面 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 我们应该做一个得胜者 一个熟天子民会有的征战 上回我们提到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 他说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诡计 魔鬼在人身上的做工 常常是用一个欺骗的方式 要把我们引进一个陷阱里面 之前我们也提到 以廷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叫《达奇魔鬼》 是索拉尔 它会在你生命里面 越来越占有更紧要的角色 到时候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 Somrel 索拉尔 他提到 这样一步一步 他用了七个步骤来讲 到最后 有可能你会 好像那么 被魔鬼所 那么盘踞着 到一个地步 好像被他占据了 圣经里面称到叫鬼附 Position of the evil spirit 就是邪灵附身 有人说着魔了 圣经很明确地讲 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世界 宇宙里面 确实有两个不同的诠释 有光明的 有黑暗的 有上帝 可是也有鬼魔 这个有的人以为 鬼魔附身是死去的祖先 相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 会可以提到你的祖先的一些 事情 可是我们相信 那不是真的 祖先来附身的 我们人很奇怪 一方面就相信 祖先为了庇佑我们 可是我们自己的祖先 似乎又为了害我们 其实不是的 那是魔鬼想要欺骗我们 其实那是一个 那是一些 我们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 也许上帝原来造的灵体 有尊贵像天使 也有比较低等的受造物 一些活物 也许这些 有一部分随着魔鬼 撒旦堕落了 它就成为一些 鬼魔 一些邪灵 散布在世界上 我们眼睛看不见 可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当我们更多的 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完全被它盘踞 那我们不需要太害怕 就像索拉尔讲的 不会有那么多人 来到这个地步 除非你一直都不小心 放纵情欲到最后 你给魔鬼留更大的地步 最后变成这样 那我们也不要轻易地以为 我们很容易判断 什么是鬼父 并不见得那么容易判断 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它的表现很像鬼父 它会有幻听 它听见一些声音 有的时候那些话 你会觉得 似乎应该是有鬼 才会知道那些话 可是其实不见得 我们的精神力量 我们的潜意识的领域里面 有一些地方 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的 所以你不要只要看到 稍微比较奇特一点 就觉得一定是魔鬼 有的时候只是 精神上的疾病 甚至有一些 精神上有疾病的人 他们甚至有可能 改换一个声音 用另外一种声音说话 你就很容易觉得是鬼父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判断 我记得我刚开始 成为传道人 出侍奉族的时候 在伊兰罗东那里服侍 我们开始不久 我们后来在罗东近郊 一个广兴村 一个村子那里 租了一个地方聚会 我们在附近 传言福音那乡下的地方 有一天来了一位 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 一位男士 一看他的样子 显然有一些问题很安静 然后有机会跟他讲话 我们就判断 很可能他是有鬼的 工作在他身上 那时候我们很年轻 我们就发动弟兄姊妹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 为这个人进食祷告 我们就在为他祷告 过了好几个礼拜以后 我才比较弄清楚 他其实是有精神上的疾病 他在当兵的时候 他因为有时候 在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 或者特别他的个性很内向 他在当兵的时候 遇见一些刺激 一些压力 他就有了精神上的疾病 后来就变成精神分裂 可是因为这样 后来他确实有过鬼父的经验 因为我刚刚虽然说 精神疾病跟鬼父不一样 可是这两个会彼此 比较容易有关系 一个人精神上有严重的疾病的话 有的时候他的意志力会薄弱 就有可能会给魔鬼更多的可乘之机 以后变成鬼父 同样的一个人被鬼父生太久 也有可能变成精神上的疾病 因为他整个心性能力都被扭曲 长久扭曲 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有的人不是你把鬼赶出去 就能解决问题 因为他整个的心性能力 可能都被扭曲了 那无论怎么样 那位男士 他是一个弟兄 他有了鬼父的情况 事实上他的现象 有点像圣经里面 格拉森被鬼父的一样 他常常被绑住 可是有力量挣脱 生活在自己的会物 自己的排泄物里面 有时候会拿砖头丢 经过的人像这样 后来他们求神问不都没有用 才把他送到医院去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会这样 等到传统的疗法没用了 他们就送到医院去 后来精神科医师把他医好了 其实不是医好他的精神上的疾病 是医好了他鬼父的情形 你说鬼父一定要奉族的名赶鬼 不见得 因为他吃了精神科的药 可能使他变得比较吃顿一点 那个时代很多精神科的药都是这样 我有点这样了解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就是可能鬼也不喜欢附身在 一个变得比较吃顿的人身上 所以无论怎么样 后来他没有鬼父了 就是精神分裂的病还是有的 其实这个弟兄还是很爱祖 我们也跟他在一起 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快地以为 是鬼父其实不见得 索拉尔在他的书里面 《达奇魔鬼》那本书里面 提到另外一个颠倒过来的例子 有一次他硬要去印尼讲道 那个教会他不认识 里面的人他也都不认识 可是那天第一堂聚会他进去 就发现已经有一些人来了 其中有一位女士在那里 他不时会发出一个声音来 好像在赞美神说哈利路亚 可是用了那个声音 索拉尔心都说 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可是好像旁边的人都觉得 他是一个爱祖的姐妹 很热心 早一点来聚会 什么聚会都来 而且不时地开口就说一声哈利路亚 觉得他很树林 但索拉尔里面 他有分辨的灵 他觉得灵不太对 他没有做什么 后来聚会开始 以后轮到他讲道 他开始讲道不久 那个女士在台下 又来一声哈利路亚 索拉尔里面觉得不对 他就停下来 就用英文跟他说 笑道 就是叫他闭嘴 他可能连奉主的名 这句话也没有讲 他也没有等到旁边的 给他翻译 那个女士应该听不懂 他的话 可是他一叫他闭嘴 那个女士就开始发出 像动物的吼叫声 一些很 一听就知道 很不正常的声音 旁边的人才知道 其实他有不好的东西 在他里面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我们用外貌看 你以为他很属灵的样子 可是有可能 他里面有不对的灵 所以我们很难 从外面就做出 完全的衡量 我也觉得 不要神的儿女 不应该太轻易的觉得 自己有分辨诸灵的恩赐 在保罗所提到的 圣灵九种恩赐里面 从来没有提过 赶鬼的恩赐 可是有一些 有经验的人 他们相信 分辨诸灵的恩赐 是跟赶鬼的恩赐 相关的 那有的人很容易 这样来到一个地方 后来就告诉人说 那个我感觉到 一个黑暗的权势 碰到一个人 有一些状况就说 要把他做医治释放 他又鬼在他身上 我觉得我们 最好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 并不见得那么 自以为的 那么容易对这些做分辨 而且就像有一些 有经验的人说的 分辨诸灵的恩赐 应该跟赶鬼的恩赐 在一起的 如果你真的分辨出 那是鬼 请你把他赶出去 如果你没有那种 权柄把鬼赶出去 请不要轻易的 告诉别人 那个是鬼 这样你继续过你的生活 可是人家带着一个 对鬼的意识 离开 那很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 轻易的这样做 除非很成熟老练 神这样带领我们 可是关于 这个鬼父还有赶鬼 这一件事 我想今天讲一点 有关这个的事 尽量引用圣经来讲 我要请大家看 马可福音第九章 如果你没有圣经 您可以听我来读 马可福音第九章 二十九节 这里再讲到 子耶稣刚医好 那个癫痫病 我们说 我们俗话都说 叫羊癫风 叫癫痫的毛病的 一个孩子 主医治他 而且那一次 那个孩子显然 他不只是一个疾病 他不是分泌系统 或者像这样的问题 他有鬼在他身上 所以主把鬼赶出去 那个孩子的癫痫病 就得医治 那这个之前 他的门徒曾经试过 要赶鬼 没有成功 所以后来他们就 问主这一件事 主教导他们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那这句话 是最常被 有的基督徒 引用来讲到说 赶鬼要 先禁食 因为在这里 有小字说 有古卷 这里有禁食两个字 也就是主说 非用禁食 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其实你知道 整个福音书 就只有这一处经文 把禁食跟 禁食跟赶鬼 放在一起讲 而且这个还是 有争议性的经文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这里原来并没有 赶鬼两个字 后来被 被有一些人加上去的 所以我们中文 和和本的圣经翻译的时候 没有把禁食翻出来 但是加了一个注解说 有一些古卷上面有禁食两个字 即使这一段经文 真的有禁食两个字 不要忘记 主说 这一类的鬼 要用禁食才能够赶出来 他没有说所有的鬼 显然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 却 常常听见像这样的教导 也许是因为 有一些人 他们有经验 他们常常禁食 他们教导这些事 而且有一些是很有名望的人 我们认为他们是 特别被神重用的人 那我相信那些人的经历 这些都是很美好的 可是他们的这样的教导 我不敢说 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有赶鬼的能力 他们也常常禁食 但这两者的从属关系 可能并没有那么绝对 因为这样被神重用的人 他们身上其实还有 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在他们身上 他们向着神的心 他们怎么样 读神的话 他们怎么样祷告 住在主里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不是直接的禁食 所以 我会建议您 不要像有一些人教导的 赶鬼要禁食 如果孩子生病了 要禁食 如果发现先生有外遇 家庭有婚姻出了状况 禁食 生意出了问题 生意失败 或者是亏欠的钱 各方面禁食 只要有什么难处 禁食 可能不是这样 我这样讲 不是要大家不要禁食 事实上圣经蛮注意这个的 我比较相信 我们不要得着一个观念 就是似乎 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借着禁食 好像不要吃东西 肚子饿 用这个换取神的同情 或者换取神的能力 神能够做工 至少我读圣经 我好像没有读到圣经 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禁食 就是有一些人 学习主耶稣40天禁食 有的人学 但一里21天禁食 可是不要忘记 但一里那21天的禁食 他其实有吃东西的 只是他吃的比较清淡而已 可是 那个力量小吗 才不了 但一里那21天 这样的祷告 在灵界里面 发生非常重大的事 耶稣自己亲自来讲 我相信那里是主自己 亲自来告诉他说 他遇见 他的国度遇见一些拦阻 因着但一里这样祷告 带来一个扭转 所以不见得 我们要不吃东西 才能够变成这样 才能够好像特别有能力 我倒觉得 最好的做法是 我们有一个习惯 平常不是遇见特别的难处 我们有一点禁食的朝链 像《使徒行传》13章 第二节那里提到 初代的教会 安提阿教会 他们平常在那边建立教会 而他们祷告也禁食 禁食成为他们 事奉主的一部分 他们祷告 事奉主的时候 是他们 平常生活的 其中一个形态 所以您也许可以试试看 比方给自己定规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 不要吃东西 多一点专心 把你的心放在主身上 亲近他 有一些祷告 如果你觉得一整天 刚开始不太容易 你试试看 两餐也好 像阿拉伯世界 他们进食的时候 有时候从日出 进食到日落 或者你觉得连这个 都还不太容易 OK 你可以试试看 禁食一餐看看 你也不要一起说 我一辈子都要这样做 好可怕 给自己定规一下 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这样做 也许之后 你觉得想要再继续下去 那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平常 有这样的操作也很好 尤其我们今天 物质生活那么进步 我们不愁吃不愁穿 有时候吃太好了 有一些疾病从吃太好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 有这种进食的操练 很帮助我们 心更安置在主那里 当你觉得肚子很想吃的时候 你却约束自己不吃 借着那个 觉得想吃的那个渴望 把它化成对神的渴慕 想要更多的靠近神 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地上 是好像在旷野里面 是做客旅 是做寄居的 我们的盼望是在 蜀天的家乡 这是蜀天子民的征战 你可以试试看 这样学习 如果遇见事情的时候 神特别的感动你 进食 那当然我们顺服主 可是不要以为 那个是一个解决 任何难处的 一个药方 不 好像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宁可那成为我们生命的态度 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所以这是关于禁食 我提到一点我的领受 另外我有时候听见人家 提到他们赶鬼的经验 我从出侍奉主 那时候在台湾 还很少人经历 关于圣灵的工作 还有一些圣灵的恩赐 可是我认识少数人 他们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有的人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不时遇见这样的人 有的人会这样做见证 说他们被神带领 去为一个人祷告 做意志释放 也许他真的有一些 魔鬼的邪灵的搅扰在他身上 所以他们就去为他祷告 去把那个邪灵赶足出去 叫他得到释放 那这本来是好事 可是我不时听见有人提到 当他这样做以后 之后他就发现 他就生病了 发生一个车祸了 或者东西掉了 或者是家人生病了 他们就觉得说 你看我们做这种属灵征战 那魔鬼就好像来攻击我们 攻击我们自己 攻击我们的身体 或者攻击我们的环境 使我们遇见车祸 或者攻击我们的家人 我总是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似乎有一点奇怪 我想我们是侍奉主的 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这位主我们做他的仆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 君尊的样式 哪里说我们一有一个征战 就会遇见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前几次提到 我相信主给我们打的战争 是那种先使我们能够得胜的 圣兵先胜 然后还求战 而不是先战去求胜的 也就是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是去靠近他 以嘴亲子去同着羔羊 好叫我们能够跟他一同得胜 我相信我们应该是这样 那个应该仍然是轻省的 是容易的 当然我们需要付代价 可是我意思是 不是我们苦苦的征战 应该是像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一有这样的事情 魔鬼就会这样做工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正常 我想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我们这样做会遇见这些事 第一 我们可能生命还不够老练 不应该去做这些事情 去给人赶鬼这些事 有点像你不会把一把厨房用的刀子 交给一个五岁的孩子去使用 他帮忙切菜 说不定顺便把他两个手指头都切下来 你不会随便这样做 对不对 同样的 如果你一做什么属灵征战 就会遇见鬼魔这些搅扰 有可能你最好不要那么有兴趣做这些事 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也许这样做的人 生命已经蛮老练的 为什么他们还是会遇见 所谓这样魔鬼特别的攻击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 不要孤军深入 这是兵法上很忌讳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常常拆派门徒出去 两个两个都出去 你不要独自一个人 不要做独行响 也不要像打灵工的人一样 哪里听见有一个需要 就跑到哪里去赶鬼 很有兴趣的样子 不 最好我们有教会的扶持 有一个更稳固成熟的教会 来扶持这些事 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孤军深入 我在一个地方 在海外扶持在一个地方 听见一个例子 那个当事的我也亲自认识 有一个姊妹 她可能因为家庭 还是什么原因 有各样的原因 后来她就真的有鬼在她的身上 因为曾经有想要为她赶鬼的一个弟兄 那个鬼在这个姊妹的身上 居然清楚的直接在她面前指出 她是一个同性恋 没有人知道 她还不是一个出柜的同志 没有人知道 可是那个鬼知道 所以那实在是一个鬼 可是当那是一个华人 当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他们没有经验 他们把她带去在当地一个很大的教会 那是在英国 当地一个很大的五旬节教会 很有名的教会 他们很有经验 那里有经验的人在服侍她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给她赶鬼 他们看看她的情形 后来他们要带她们去的人说 让她就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后来她有可能会自然得到帮助 事实上她后来得到完全的帮助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蛮正常健全的人 有可能是这样 在我的教会也是 有过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人 他们有一些搅扰 也许他们背景 他们曾经有很深的很多的符咒 各方面这些背景 有的人甚至从小就有一点像阴阳眼一样 会看见鬼魔的 可是后来他们来信主 开始还是有点搅扰 可是他们继续参加聚会追求 我们也没有给她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我们没有觉得主要我们做什么 后来他们慢慢得到更大的帮助 以后能够更正常的过家庭生活 在社会上工作 在教会里面追求服务事 都变得很正常 所以有的时候魔鬼想要骗我们 希望我们大张旗鼓地做 另外 赶鬼有可能还是一个恩赐 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 虽然我们遇见一个特别的情形 我们还是可以依靠主去做 就像有些人并没有特别的 医病的恩赐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显出一点医病的恩赐 因为那都是圣灵所做的 赶鬼我想也是 可是依我个人的意见 我会觉得最好 不要把赶鬼当作你 很独特的恩赐 因为神喜欢我们做更要紧的建造 就像保罗他专心的传福音 他没有很快把在菲律比 把鬼赶出去 幸亏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后来他忍不住了 把鬼赶出去 他在菲律比的服事 就告一个段落 他需要离开了 所以幸亏这个之前 他没有很快的做 所以他能够建立起一个 很好的教会 那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 我想到被称为五旬节先生 那个David Du Precious 这个弟兄初次被邀请去纽约 在一个很有名的教会讲道的时候 刚好遇见有一个人被鬼赴 他把鬼赶出去 以后人家就说他是赶鬼 他并不喜欢 虽然他有这个恩赐 我觉得那样态度是对的 他觉得更要紧的是 在神里面的建造 我记得许多年前 有一位国际级的讲员 也许有的认识的 爱德华米勒牧师 他有一次给我讲 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跟我讲 他说 弟兄 你不要追求 医病或者赶鬼的恩赐 如果你有这种恩赐 每一天都有五十个人 在门口等着你 为他们做意志释放 你就不能好好的牧养教会 建造教会 我点头笑一笑 其实那个 不需要他讲 对我来讲 我原来就是这样的态度 可是他讲那些话 当然对我还是一个鼓励 我确实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建议您 也许多半的情形 不要刻意地追求 有一个像这样的恩赐 另外还有一个点 关于赶鬼 就是有的基督徒 他们一遇见一个人 有这个问题 就特别要去问那个鬼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 问你叫什么名字 鬼就会告诉他 然后他就把鬼赶出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这样做 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这个例子 不过就只有一次的例子 主耶稣那么多次的赶鬼 只有一次在格拉森 被鬼赴的人生 他问他叫什么名字 那个鬼说我叫群 主把他赶出去 有的人说 他们是奉族的名 这样说 那个鬼一定要讲实话 其实不见得 因为在以弗所教 以弗所那个地方 使徒新传十九章记载 曾经有人奉保罗所传 耶稣的名字赶鬼 鬼说 耶稣我知道 保罗我也认识 你是谁呢 所以鬼不是因为你说出 奉耶稣的名字 就一定要讲实话 他有可能故意把你骗得团团转 所以如果主有这样代理 我们这样做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规则 不一定要问他的名字 可是我想我们更要紧 我们应该守住更要紧的事情 不要那么喜欢做这些事 有的时候 魔鬼喜欢吗 让我们大张旗鼓地做 可是如果我们更多的守住 在主里面 住在他里面 我们也更正常地建造人 让教会建造的 充满了神的同在 人在神的话上得造就 我想那里有一个力量 使人更不受魔鬼的侵害 而已经受魔鬼侵害的 也更容易在那边 自然地得到帮助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给您 下一次再会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祂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心疼你的道路 因为学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